这是一部脑洞大开的电影 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变成了一把椅子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本正经讲电视的倩娘剧场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电影 东京狂想曲 女孩小微生活在日本 她有一个整天幻想自己能飞黄腾达的男友 但其实什么也不是 两人处于生活所迫 只能暂住在闺蜜的家里 一边找房子 一边给闺蜜说好话 刚开始闺蜜对两人是十分欢迎的 房子虽然小 却还是努力腾出地方给他们住 这天晚上闺蜜突然问小微有没有找好房子 因为自己的男友过几天要搬来和自己一起住 言下之意就是你俩可以走了 尴尬的小微不愿意告诉闺蜜 自己付不起房租 看得上的房子租不起 租得起的房子又嫌弃 她只能打着哈哈 告诉闺蜜自己已经找好房子了 马上就会搬出去 另一边 迫于生计的男友也不再做着她的电影梦 老老实实的去找了个打包的工作 小微则继续找房子 可或不担心 小微的车子因为停被拉走 高昂的罚款让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破车 闺蜜的男友也如约而至 两对情侣就这样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住了下去 两张床之间只隔着一张桌子 小微每天听着闺蜜男友的抱怨 心里很不是滋味 男友这边终于得到了投资商的认可 她的电影梦可以继续了 反观小微 现在她傻也不是 这天起来 小微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大洞 她想出去找男友 但她走路也变得十分困难 脱下鞋子之后 小微才发现自己的脚变成了木头 她越想走得快点 她的身体变化也越来越快 终于她变成了一把椅子 只剩下衣服孤零零地挂在上面 晚上路过的一位流浪汉捡走了衣服 另一位大叔则把椅子拖回了家 来到大叔家里的小微 会趁大叔不在家的时候变成人形 穿上大叔的衣服帮她打扫卫生 还会在大叔工作的时候悄悄地露出头 等她转身的时候又变回椅子的样子 慢慢地小微爱上了这种生活 她心甘情愿变成一把椅子 寄居在别人家里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寄生虫呢 别人生活在肮脏阴冷的地下室 只不过她换了一种形式生活 寄居在别人的家里 不靠自己的双手劳动 虽然生活的压力确实很大 但这并不是她寄居的理由 靠自己的双手生活才是正确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选择这种生活吗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转发收藏 关注倩娘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